开中民意 既越交流就有来有往 中西文化交流的来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西学东建 近百年来 西学东建是中国学界的热门话题 它有多重要呢 我认为 没有西学东建就没有现代中国 西学东建给中国送来的 不只是赛先生 德先生 及科学民族 还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传儒 对曾经贫穷罗后 苦难声中的中国 更加珍贵 当下备受追捧的电视连续剧 《觉醒年代》中 就有西学东建的历史再现 从学界而言 对于西学东建的研究 值得久久为功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中国学家观察思考的重点 应该摆在趣之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